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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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带领为心地主 为国首都 为民既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夜间台下 圆银讲师来跟我们做混项 我们来欢迎圆银讲师 你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芦州道场圆银讲师 我在7月19号开始在芦州道场开班授课 如果在新北市附近的同修们 可以帮忙介绍亲朋好友 一起来芦州道场接法 接受王残老祖所示风水益经的圣法 普利冷天 大家能够同正菩提果 阿弥陀佛 是 圆银讲师 在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 他在讲话中很风趣 妙法 妙语如珠 所以相信大家如果来这里上课 来这里学会 来这里接这个会 一定会学习很快乐的学都接会 然后在上面一个人 圆银讲师 你有说到 先生对你是在学习这也是怀疑 是 是 然后你教他说 师父要带我们去天山天池 你也教他去 这里面还有 有趣味的故事 来给大家做分享 好 可以 这个我们来学会和学楼 其实我们家来的人支持很重要 不过离我们学法这条路 家来的人要把你一开始支持 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所有来学习 这个会经风水的董事物 你如果来学习中间家人 有提出反对问题 或是提出疑问 我们要先收自己 收自己 让他看到我们的改变 后他就会相信我们这个会 我的圣诗当初也是很怀疑 毕竟当初来学习的时候 比较少年一点 所以圣诗都烦恼说 我们出家就有一些宗教的片 因为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宗教 都不说很好 让大家都很怀疑 所以他的担心这是政客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当年来 他虽然一直犯罪 我也虽然一直犯罪 所以他就 我一直想说 一定要让他了解 我们输入所存的犯 是一个价刀 是一个价犯 所以来学习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那时候就带他 跟我作为天山天词 那去朝圣 他对无时 拿108颗的水蜜桃 扣去天词上面 来拜王母牛牛 当时 我们在拜王母牛牛的时候 我立正站好 我准开始再考虑了 我现实很坚重 他觉得 你怎样 大家在拜拜 欢迎到这样 大家都在那边 绕着香炉 结果我定点在那边 合掌 对着西娃母娘娘 都一直老一老 靠到这样 我心里 一个感觉 我回来看我的妈妈 那时候是 很感动 感觉我如果 离开厨来那么久 到现在回来这个地方 心里很艱苦 也很不甘 也很高兴 也很高兴 就拿到那边 在那边 师傅大家都拜好 后来 就要下山了 要下山 我们孙兄 就去收水 水米头 水垢 要奔向她 孙兄 他就告诉我 快来到那边 叫我到那边 我跟合掌 在那边继续靠了 他说 你也快上班 他叫我到那边 他这么怕到 他说 如果这样 他趕快去问师傅 他说 师傅 我们导师傅 站在那边 那边 师傅跟他说 不要紧 稍后就下了 他就跟他说 不要紧 我们先下来 就跟我们先下来 就跟我们先下来 我们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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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 大家都说 我孙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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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离开这个廟 我才开始 可以叮咚 我也可以叮咚 跟师傅母娘娘 顶礼 我说 很感动 我让我精神 精神 可以继续来这个地方 我很高兴 就跟我们先下来 108克 水米头 然后去山下来 要分享 是是 这就是 我们是经典下的 慈母 不然以门望 等待这些子女龟 对 我们这些母帝 就不懂 就不知道 好 说快要来修行 快要来合途 对 所以你回去 也是一种 心里面 都终靠出来 对 给自己的 那个胃困 是 你临世间这个感觉 然后一次去 帝师傅出门 去天山天石 天山天石 我记得 它有蚝 有天石 有水 然后我们在山下 其实山下都是 温度很高 对 那去山下也很冷 对 那天很特殊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是我们国历 差不多八九月的时间 其实八九月的年龙历 大概七八月 还很冷 所以我们在山下 是差不多三十多 三十多 可以起来到山上 已经存在一堂 大家都穿法符 一件法符 那里面 因为山下三十多 你里面一定是 帝师傅的 起来穿法符 很舒适 也很神奇 大家起来穿一件法符 起来没人发光 连温先生 因为他不是中文的人 所以他没法符 就是他穿一件帝师傅的 他也没法符 他就一直跟我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现在纯零度 要零度 我说你怎么知道要零度 因为我们不感觉冰 我们不感觉我是零度 他说我的手表会显示 他的手表会显示几度 我的手表已经显示一度 要零度 很冷 是什么 我就给主委看 在旁边的一些游客 因为天三天四 也是旅游地方 圣地很多游客 大家都在家 好像围森地主 三百多人 生龙火虎 走路 走路 都没感觉冷 所以我先生 在那个地方 他就觉得 这个 这个 王陕路座 很神奇 威德利很强 威德利很强 威德利 大家都不怕冷 就是 团起来都不怕冷 他觉得 不可思议 他说 他说 不对 一秒还三十度 他说 上面到现在 有差到三十度 所以 我们大家 虾仁三千 也是不会因为很冷 马上疼 他就觉得 哇 这个法会是 不得了 我就跟我先生说 你不知道 你经常说 犯队我来讨厌 其实 威德利很苏醒 那很多地方 都是我自己感应到 你不感应到 你才不知道 你才让你感应整个 你就知道了 就那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觉得 书串 你这些帝主去朝圣的时候 他开始 书串 有的都是开始说 要怎么让我们这个 世界和平 要让我们这个 五国奉兵 让这个两岸的党和平 两岸一家庭 所以 他的感受就觉得 这个宗教不是 全面说 我们最好 我们怎样 他都是说 你要怎么做 这个世界才好 所以 慢慢 这个孙兄 就是我们这个 家来的孙兄 就开始不反对了 我接着也开始 叫孙兄 他说我都不是这个 你的祖母 你不能叫孙兄 我说不行 师傅说 宅宅要叫孙兄 嫂子要叫孙兄 我说这样 他后你就不会五回 所以慢慢慢慢 他就接受 他接受中间 他早上都看我念经 尤其我们 师傅有很多 譬如说 臭氧层破洞 那时候 都要念很多经 他都看我很认真的念经 我也会说 你也帮我念 我说我念不虎 念不完 他都说 那你的事情 你自己收就好了 我说不 人家要念这个经 是要念你的祖先 我们阳架的祖先 所以你要来念 他说 你念得到 他都这样跟我说 很奇怪 那时候天山回来 有一个孙兄的 神经 也是我们组门的人 就是 他们整个旅行 都是我们组门的人 就我们做会来吃饭 那那个孙兄就 详弘跟他说 寒散寒散 你 会念经不错 你要念 他说 我们没念的 都很大本 因为那时候 我们都在念 大蜜陀精 看来那本很大本 我两个一遍 我一遍都念念精 他说 那没法度 那没法度 这个孙兄就很聪明 他就说 我们念去世宝 他就去拿一本 福德正神真经 他说 我们做生理 就念这本 这本去世宝你来念 我想说 没法度 就有念就好了 我说 好了 不然你念这本去世宝 我们再来比赛 看谁念多了 诶 我们孙兄真的 他就每一天开始念 福德正神真经 那时候 距离我们老祖革念的 老祖法会 那时候 差不多五六个月 六七个月做的时间 他就开始念 第一年 他第一次开始念经 就念千几步的 福德正神真经 我就念书衣了 我念大阿弥陀金 我变书衣 变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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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功德力是一样大王 变书衣 他就很欢迎 他说 你看你都不认真 第一次我的评论更厉害 他就有信心了 我说 第一次没准 第二年 今年要念 今年师父开始 要诵经千步 我看你 我又千步 我说你今年不能再念福德正神真经 你要念天德经 他说是要天德经 我说因为我们臭氧 沉破掉 叔叔说要念天德经来补天 你就要来念天德经 天德经裡面 33天翁 威德利 你要来念 他就说好 不再念 他第二年 要念2000多步的天德经 也很多 很多 这又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最厉害的地方是 我们整几年 全世界流行一个 一个很大的疫情 或者COVID-19 这个疫情造成全世界死很多人 全世界都陷入恐慌 因为你主要 不管是开公司的 还是家庭 只要有一个人对 整个地方都要被隔离 不能出去 不能出门 这是很不方便的 尤其是有开公司的人 或是有开工程的人 他里面一天天 这个事业就会受到影响 尤其那时候 先生是在队岸上班 他就很烦烈说 哇 这工程没疫 啊啊啊啊啊 停牌 停牌 就可以回家吃饭了 可以回家吃饭了 所以他就很烦烈 我就跟他说 你同样继续念经 我们来做会念经 祈福这次这个疫情 可以天温天灾勇息 消灾化解 他就开始做认真念经 他就下班之后 因为我们事物也有开始 在工作场地 或是上班的地方 我们在事物不要念 上班这个时间不要念 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行李 我们就可以下班之后 再来念 所以每一天 他就等下班之后来念 第一年 我们既然开始流行的时候 事物很坚定 那时候我们就做很多发挥 要来和这个事情平息 他那年他就念 要到九千步的天地经 喔 少量很多喔 是 我也很感动 我没想到他念那么多 差不多一天都念二三十步 下班之后开始念二三十步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很感动 对外的现象 我说哇 这也是台主台比的大菩萨 大菩萨 我就跟他说继续要念 他也很烦恼 他都烦恼说 我们那时候要念一千五百万步 他很烦恼说念不起来 他就很人心念 那很奇怪 那一年 他整公司的人 没有一个人确诊 在台中 对 在台中 他没有一个人确诊 因为台中那时候 封城封得很厉害 你现在有一间公司确诊 那个时候就要封起来 是很恐怖的 记得他们公司连结确诊就没有 我就跟他说你还要继续念 因为第二年 第二年好像有稍微安息一下 夏天他又爆发 他就很紧张 他就继续念 所以年载这三年 公民那天 他差不多念两千五千 二万五千步走油的经典 一年差不多七八千七八千 这样念 要整个转 最新奇的就是这三年里面 我们的公司有百几个完工 百几个完工里面 不跟一个人就确诊 这个完工没有确诊 代表他的家庭也没有确诊 因为你家庭的人也有人确诊 这个完工就要被隔离嘛 隔离这个公司就会被停工一个礼拜 所以代表那期间里面 完工跟完工的家人都是平安的 这一点他自己也觉得他认真是很重要 所以他很认真地念经 一直到第三年第四年 因为世界的经济都影响到了 所以各国的国家就开始开放 就把动作感冒就好了 所以代表也是在一周之内马上解禁 解禁的速度快到 就是你上个礼拜还可能会被抓去隔离 这个礼拜就变成了 你不戴口罩也不罚你了 自主 他没有自主 他直接就开放 所以我们前期有时候怀疑他说 要怎样政府开放又要怎样 我说开放你要强迫员工戴口罩 可能有点困难 你就尽量念经 他就想过尽量念经 很生气的 一开放之后 一个月里面 他里面的工人百分之八十都确诊 可是那时候确诊可以正常上班 那时候比较轻微的 对那时候比较轻微的 那时候又是对方的 政府他也是因为说 也不用隔离 也可以正常上班 正常交易都可以 不用戴口罩 确诊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所以整个公司 马上一个月全部都对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噢 葛哉 你登陷到那时候对 这间公司可能现在没有了 没在了 葛哉是你大家都开始 去兵训安定 再来犯了 就可犯了 所以我们先心就觉得 念经这件事是很舒適的 他也是很惊讶 他说 啊 这 那都做船这帆 好像念一个经 就可以消灾化解 不可思议 所以是很好的一个妙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 阿叔 如果要鼓勵我们念经 就是我们要尽量念经 当然 事业也是要打拼 是 所以 你的先生 由一开始的担忧 他说这样你就去兵训 这个宗教 怕去兵训 对 对 然后人工就带你来上京回向 对 然后他有说 像你现在这样开课 支持你来教学 或是说他也有来学习 这个夜间风水学 支持教学 他是很支持的 譬如说 他知道说 我 要开课 他就开始跟他的朋友 说啊 你要去叫你妹妹来学 啊 你喔 提供了你要来学 他就去鼓勵很多朋友 来学 啊 先生他现在目前还在上班 还在上班 所以他就没法来学 不过呢 我们先生很高兴 他就是觉得说 啊 很多好的妙怀 要团 所以我教他很多 要按勿集啊 我们去看 看家 皇叔都跟你说 要勿集齊 可以保护自己 他也很聰明 他去 不好的地方 或是说 去 看朋友的家 朋友都会教他说 我现在要买一间家 你来看 他都会按勿集喔 保护自己 他就很高兴 他就很高兴 这个勿集齁 你要比较精湿 这样 这个勿集齁 是书团外的一个 金书型的描返 就是 要把我们的左手 把我们的母子 母子 是放在种子的中间一栽 你要尺寸大 因为尺寸大 会挠筋 轻轻靠着一下 手 自然放着 也没人知道我们在做的 对吧 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 这个勿集 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 当初背妹妹去看家 去看一间家 那门拍 我都跟妹妹说 我们现在来看家 这个勿集要吃 妹妹说 吃这个要做什么 我说你就吃了就对了 因为我们要把改革了很多 我说你就吃了就对了 可以保护自己 我两个就真的去看那间家 我一天去那间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间家 怪怪 我心里一直怪起来 然后鸡蚂皮一直穿起来 我想奇怪 新新的家怎么会这样 一直冷 我妹妹就说 这间家不错 我现在来这 我来这採集什么 再来採集什么 我开始在规划 我就觉得 不对不对不对 就头部会疼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告诉 好了 我们要规划 先出来 就叫他出去 出去我就跟我妹妹说 不要这间家不要 我们事物也有交代 我们如果去任何一个人的家 不管他们家是有努力 还是没有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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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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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那间家的地区主 是没有努力的 我们有什么 感觉没有理想的 我们都要出这个问题 再来说 出这个问题 我就跟我妹妹说 这间家不要 结果呢 很好玩 刚才你老板 抖到桌上的一个书架 那个书架就跟我问 啊 记得江苏江苏你来这边要做 我说没有 我妹妹妹来看一间家家 她说你看几楼 我说看几楼 这个书架就说 哎呦 那间不要买 为什么不要买 因为那间就是有 有出一个跳楼的 跳楼的 所以没关系 我一进去 我就觉得就是不对 可是感觉不出哪里不对 因为那间家家 我们说实在 整个格局都还算不错 不是说很买的家 也很庚 可是就是气场不对 所以按物质是保护自己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分享这个描返 我们电视机头 很多的现实在 大家都可以了解 其实这个说 大楼这间家家 有人跳楼 有人在里面 这样 姿意清深 其实要问过 清晰过 我们师傅 他说如果像这样 在发败的时候 我们就把社林卫来 超渡 遭到这个梦灵 还来遭到这个地基祖 这样子对地基祖 对这个梦灵 都是一个帮助 帮助 可以 往更好的地方去 对 不然他会留在那里 对 他留在那里 他会觉得毛毛的 不太对 对 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 贤心他 现在就是 也很努力 他虽然没有 也没有进去中文 不过他也是 皈依弟子 他有去皈依 只要我要开口 他就很严谨 跟他的朋友 来说 要来学 所以我 是觉得贤心 对一开始 很反对 甚至 组织 到现在 他每一间 回来 这个 台北戳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 照我去桌上 来 礼佛 参拜 所以这就是 他的心 在这段安定 很多事情 他都在 过程中 看着 我们的改变 看着 这个 中文 是 不是 他所有的感应 我现在要说 一个很特殊的感应 也是我们先心的感应 有一次 我们就 含上去 去 蓬树 去天山 嘛 当初 那个时间 其实是 面对 事业上的困境 困境 就是说 那时候 有一点 他妈 没办法 继续做下去 所以 他一定萌生 要退 要退 要退掉 的意思 他都 我就跟他说 他回到台湾之后 我在学院 和 原棚 讲师 去跟 师傅说 台湾西的事 我心里想说 上次去 没有问题 我可以在这次的问题 心里想想而已 那师傅 就马上 看着我们两个 他没有跟原棚 讲师说话 他直接 跳过 他直接跟我说 跟师傅说 要继续做 不继续做 那我一天 一两百的 那 不成功 就没办法成功 不成功 要继续做 要喝力 要喝力 叫师傅要喝力 我心里说 师傅怎么知道 我要问这件事 你还没开口 我还没开口 我这时候想说 我可以再问 我可以再问 这样而已 师傅就直接 跳过原棚 是问的问题 直接给他回答 我当初 趕着我的心 我说 人家师傅 有跟我说 我没问 师傅直接跟我说 你还继续做 要做到几岁 师傅有交代 要做到六十四岁 六十四岁 六十四岁 那是六十四岁圆满 六十四岁 你要退休才可以 可以退休 这时候不能退休 那些人就没有空气 我心里想说 那些人怎么没有空气 大家也都会空气 只是说 我们要用这个法 才会订阅到 这个 原棚 就是证实到 后面 这件事 最终的 你三年里面 每个完工都是平安 都有感觉 对 所以那些十年前的事 一直到三年前 再来圆满这件事 我感觉 都做的法真的是 很赞 很赞 很殊胜 所以说 都做得很厉害 你没有开锤 他问 但是他已经知道 你心肯定要问什么 你心肯定有问题 想要了解 他自然就跟答案跟你说 对 这件事还应证到你 过来年以后 发生这个事故 哇 这真的是 没有那时候 他真的没有人念经 对 可能真的不知道 会发生这些事情 不了解 是 很感谢 你今天做这些好的分享 谢谢我 今天很感谢袁吟讲师 给我们做这些快乐的分享 謝謝 感謝 感謝 當然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安靈 無量收廟地省 往生路走 表溫人心相佳 往往世界流浮沫 上天佛花花多重笑 花蓋膽多小天笑 明镜与点点栏目